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在国际服第12赛季咒术师精疲的PV中 我们看到了咒术师的精疲故事 似乎融合了三个经典故事 绿野仙中,红武鞋和灰姑娘 当然比较明显的是改变了一些绿野仙中的元素 使徒安变成了翡翠女王 昆虫学者是黑女巫 爱哭鬼扮演稻草人 斑斑扮演铁皮人 疯眼扮演狮子 当然这似乎是个暗黑版的绿野仙中故事 在PV中我们可以看出使徒安斑斑 爱哭鬼瘋也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给少女制造了先进般的梦幻假象 女王会赐给女孩红色的水晶鞋 穿上这双红色的高跟鞋 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刚才有奇怪的画面混进来 在PV中穿上红色高跟鞋的女孩并不会鬼畜 但是她似乎会被种下血咒 红色水晶鞋似乎在吸收女孩的血液 昆虫学者是善良的女巫 她似乎是赛任陶勒斯 她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脱下了水晶鞋 逃跑了 她救醒了咒术师 并帮助咒术师控制了水晶鞋的魔咒 但咒术师却并没有脱下水晶鞋 而是把水晶鞋的魔咒力量归为己用 她接受了曾经伤害她的魔咒和魔咒融为一体 最终咒术师踏上了对女王安的复仇之路 这个PV的故事似乎融合了 绿野心中红武鞋和灰姑娘 三个经典故事的元素 并进行了改编 故事也暗喻了咒术师学院中隐藏的诅咒 然而她也正因为有了这份诅咒 才能成为庄园中唯一一个 能用咒术牵制监管者的角色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